女性是弱势群体 到了哪个行业 岗位都需要付出更多 娱乐圈这个浮躁 复杂的圈子自然更甚 圈里有很多女演员 为了演戏而放弃结婚生子 甚至怀上了还特地去打钓 曾出演大战门相休的女演员谢兰就曾考虑做丁克一族 到后来因为丈夫的牺牲而改变了主意 宋春丽老师就曾在采访中谈言 为了演戏而打掉了孩子 女演员做丁克 谢兰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为了表演事业牺牲自己 打掉孩子宋春丽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曾经因为出演乡村剧中土牛女主的王熙华 就是这批演员中的一个 她曾在婚内征求丈夫同意后 为了一部戏而强恨的心打掉了自己的孩子 可能大家都会说王熙华残忍 但只有身在其中才明白其艰辛 少时王熙华不过是儿童剧院的一名演员 她热爱表演喜欢小朋友 但因为身高她无法像想象中那样 成为一名为小朋友带去欢笑的演员 所以王熙华依然选择了改行 之后王熙华话剧演员 这个职业与儿童剧演员也没什么区别 但话剧嘛 在国内毕竟还是小众的 王熙华又面临事业边缘 那时她才成为了一名影视剧演员 天天风雨无阻 都在各大剧组奔波 就是因为这样的经历 王熙华才知道机会的弥足人贵 才会格外看重自己的事业 爱惜每一个拍戏的机会 才会更加拼命的去演戏 后来王熙华因为无数电视剧成名了 张徐香 杜丽红 杨月华 荷花 丑花 李春花被观众熟知 更因为其敬业而在圈子李文明 但只有王熙华知道自己曾因为拍戏 而失去一个孩子 那里的他是那么喜欢孩子 他当时的丈夫是那么喜欢孩子 王熙华的第一个丈夫叫周京 是个出生在科学生活 崇尚AA很凉气家庭的海归男人 也是一个在王熙华打丢孩子后很失落 去还给他买狗狗安慰他的男人 科学两人有缘无分 从王熙华曾经的访谈中能看出 两人无论哪方面都不合适 特别是生活方式 王熙华是个孝顺长辈 性格爽朗的传统女人 就如同小麦进城中的小麦一样 而周京及他的家人却不同 他们是刘洋派 生活中喜欢AA 无论大小事 不喜欢护送礼物 他们不小人情 甚至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显得有些古怪 大概这就是两人婚姻的导火索吧 毕竟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 当然 王熙华在事业上的追求 肯定也是导火索之一 大概是命中注定 王熙华曾为了演戏放弃家庭 而后来他却得了一种甲状腺的病 让他不得不对表演事业放手 他在一夜之间变了各样 没了交好的面容 没了纤细的身材 变得肥胖而臃肿 还好 那时候他已经找到了生命中 另一个重要的男人 和他一起同行 他叫沈航 也是一个演员 沈航和周京是完全 两样的男人 性格上查剧非常大 一个洋气流血海龟 不喜欢妻子关心他的个人事情 哪怕妻子看见一条陌生短信 问一句也会发火 甚至出言那就离婚 沈航是个传统的东北汉子 显然更适合王熙华 王熙华曾在第一次去周京家 因为买了一大堆礼物 而被婆婆顺势赶出家门 但去沈航家就不同 一大家子热门非凡 有温度很温馨 从这个方面就能看出周京与沈航的区别 也是因此 王熙华在生病时没有糊涂的面对病痛折磨 面对不能排气的落寞 沈航虽然是个东北汉子 却对他十分信心体贴 生病时的照料 他心事的关心 平时就像宠女儿一样宠着他 疼着他 所以哪怕近几年王熙华一度胖的像吹了气一样 没了以前的美梦 但他依然很开朗很幸福 他说他有信心能变回原来的自己 也有底气能成为一个更好的演员 因为他有了支持他的丈夫 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未经许中的座音 没有了 继续 你 你